我跟她在一起这一年中 我的时间经历都夸在她身上了 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好了 她却总是跟我生气 挑我的错 我现在和她说话 每句话都小心翼翼的 生怕惹到她 又要绕个好几天 我以前生气了她会哄我 现在都不会了 她这点考验都受不了 就是不够爱我啊 我猜不透她的心思 真的是太累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的心思我猜不透 应该怎么猜呢 一会儿的老师吧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林超伟 24岁来自广州 是一名游泳教练 女嘉宾曾圆圆25岁 来自广州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欢迎两位啊 今天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要来干嘛 我想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就是说这些矛盾 是不吝点赞 订阅 是不吝点赞 订阅 是不吝点赞 订阅 他就生气了 甩头就走 然后我拦也拦不住 就在那里大吵大闹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想的呀 我觉得他就是这么想 才这么说的呀 他要是看完下怎么不说 把钱都拿给我呢 哪天真的中奖了 他就真的把钱卷跑了 然后把我丢了 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啊 真的没发生吗 但万一哪天就发生了吗 天哪 人家想着中奖都挺高兴的 怎么他们俩想着中奖就 我怕他走嘛 我怕他走啊 还被什么幻想的事情闹呢 还幻想着 有一次跟他出去约会嘛 好好地在那里吃饭 然后他就突然就跟我说 有一天他生病了需要快生 然后问我会不会捐给他 然后我就只不过犹豫了一下 跟他说我都说会捐给他了 然后他就在那里生气了 你本来就是 这是为什么呢 你本来就是他的犹豫嘛 他不是说捐给你了吗 他说捐给我又怎么样 他还不是现在还没捐吗 他那时候犹豫啊 他干嘛犹豫呢 他那时候就不应该犹豫 他犹豫的时候肯定就是 第一反应就是不想捐 要是真的哪天发生什么事的话 他就是不会帮我 听明白了 就是说你其实希望他说 我要捐肾 你捐不捐 肾心都可以给你 满意了是吧 要第一时间 我当场就说捐肯定可以捐 我的心都能捐 你可以好好地吃顿饭 你说过啊 对啊 然后呢 好好地吃顿饭 然后他卷头就走了 行行行 还有别的幻想吗 然后我那次跟他看一个叫什么 我的前半生 然后他就问我 如果像那个女主角一样 你老坤带着一个孩子 问我还会不会爱他 你看孩子提起这件事呢 我都差点忘记了 你知道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吗 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根本就不会想认识这样的人 如果是那样 像电视剧里一样 我根本就不会认识你啊 对啊 可是他这么说话就是爱我爱的不够啊 你的意思就是你 你跟一个男人生完孩子结完婚之后 你带着孩子回来他还得爱着你 是个意思吗 对 听明白了 就万一嘛 我的天哪 然后真吵啊 吵啊肯定吵啊 吵个好几天啊 日又哄晚又哄总是在哄 哦 痛苦吗 肯定痛苦啊 他有什么事情也不说 总是要我猜 他不对他就在那里生气 比如说比如说你说说猜的事 他那时候过生日嘛 然后我就特意找了朋友给他 找了一家他喜欢的餐厅嘛 然后我还送了礼物给他 他就还是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上心啊 因为在我过生日的前几天的时候 我都已经发过一个帖子给他看 就是一个男生 然后为自己女朋友准备了一个 从一岁到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我觉得特别有爱 从一岁到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对 就是一个小制作 然后我觉得那个制作特别有爱 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个礼物啊 这谁猜得出来 你发帖子给他 对 我发了帖子给他看 他也看到 他也知道我喜欢 就是你需要的是二十份礼物 是吧 就我希望他就是 因为那个一岁到二十岁那个男生是从 就写了情书给他二十封 那又用不上 那有什么好送的吗 那我就是喜欢 你就没有送到点上 我就是不开心 好好好 本来就好好过的生日 就过不下去了呗 对啊 我礼物都是已经叫朋友从外国带回来的 然后就因为这点小事好好的生日 你到底送给他一份什么礼物啊 就是那个口红 不挺好吧 就是那个限量版的 不行是吧 我就是想要制作的那个心意啊 他就是没有送到 就好像就是没有用心的去送礼物给我 是不是他随时随地会闹事 对啊 反正总猜不透 有一次啊 他出去玩 然后手机又突然丢了 我就帮他回 手机到底在哪里丢 然后第二天我接他下班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这么扣 我到底怎么了 肯定扣啊 怎么不扣啊 我同事知道的第一反应就是 将他备用机给我使用 我记得你都有一个备用机的 你都不给我使用 我就不好意思提起来 我那个备用机 已经一年多都没有用了 我根本就忘记了 而且你就只是帮我找而已 你就没有那个行动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手机丢了 我帮你想 在这儿丢在那儿丢的 第二天去了之后 没事了 人生气了 为什么呀 你没给我买一支啊 是这意思吧 对啊 猜明白了猜明白了 还能猜中一个也不容易啊 还有什么事啊 还有 还有 就是 跟朋友一起去唱歌嘛 还带上了套 我就去等几首歌来唱嘛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 哎 点那一首歌 然后我就一头万样的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首歌 然后我就回去想了 一晚上都还是想不出 他就说点那一首歌 对啊 我拿一首 那就是叫那一首歌 有那个歌吗 那天我真的超级伤心的 因为就在KTV的前几天 我跟他在公交车上面 已经听过那一首歌了 不是 那一首是什么歌啊 喜欢你 那你不就行了吗 可是我说的那么明白 就没有默契了 没有意思了嘛 你知道女孩子 都喜欢浪漫的 就喜欢那种默契感 然后他甩脸就走 然后还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傻 然后他走了之后 手机也关机 微信也不回复 我真的 很累啊